本频道致力于通过各种赌博案例以及相关知识 警醒正在参赌的人 今天的案例 现在每天打工十小时 外加兼职送美团外卖赎罪中 澳门 2015年办的港澳通行证 那时候有稳定的工作 家里还帮忙买了一辆车 日子过得还算安逸 又没什么压力 因为工作的地方离澳门近 想着有时间放假可以过去逛逛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 就想过去那边买点好烟抽 或者过去买个新款的手机 因为那边的手机价钱便宜一点 之前每次过去都只是瞎逛购物 没有在赌场停留过太久 都只是买点特产根烟什么的 过去玩一天也花不了几千块钱 直到2018年五一 那天人很多 玩了一天 我带了五六千块钱过去 吃吃喝喝玩了一天 也没有花多少钱 下午的准备回去的时候 朋友说进去新普京逛逛 进去里面很多人 都围着一个大舞台 看俄罗斯的美女跳钢管舞 很性感 看了半个小时左右 表演结束了 朋友说来 澳门不赌一把 岂不是白来了 然后鬼使神拆的和朋友一起 各自用两千块钱港币换了筹码 我随便找了一张笔大小的赌桌压住 可能以前从来没有玩过 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拿两千块试试水 输了就走人 谁知道就是那两千块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赢了一万多 和我一起玩朋友也赢了几千块 马上就用那一万多筹码换了港币 心里美滋滋 出了关口回去以前 马上就是吃吃喝喝加洗脚 心里想着反正这些钱 又不是自己辛苦的来的 都是赌场送的 一点都不觉得心痛 直到现在 我都觉得那时候的自己 真是个天真的大傻逼啊 输钱都是从赢钱开始的 殊不知就是那一万害 我走上了不归路 我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 也才四千多块 就这样在这空气都是充满香味 金碧辉煌的环境下 轻轻松松一个小时不到 就能比我辛苦工作 两个月的收入还高 就这样 我的心态跟价值观 都变得不正常了 从那以后 回去也没有心思工作了 每天都在想着快点 把通行证续签好 这样就可以赢钱 很快就能换奔驰了 再到后来 每次从拱北口岸出关 直接把通行证放在那边续签的黄牛那里 快签的话 一百块钱一两天可以了 每次当天去当天回 每次都是刚进去一个小时内 能赢一两万块 都舍不得走 最后到了下午都是输光 记得2019年夏天 有一段时间 特别想买那款三星10手机 港版的要六七千块 当时想着赢够七千块 就收手回去 果然一个小时左右赢了七千多块 当时拿着筹码换了党币 跑到威尼斯人二楼的三星手机专柜 看了手机 正准备买下的时候 又看到旁边的苹果专柜 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非常漂亮 以前一直想买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一直舍不得买太贵了 要一万五千多港币 想了好久 终于决定 干脆再下去赢几把 凑够一万五买苹果电脑算了 下去一楼 又打了半个小时 老天爷眷顾 真的赢了一万五千多港币 这时候已经是中午一点多快两点了 肚子饿得头昏眼花 本来这个时候收手还来得及 我又想着今天运气这么好 要不要再赌一把 再赢一顿饭钱那岂不是皆大欢喜 跑去抽烟是抽了一根烟 犹豫了好久 贪婪战胜了李志 还是跑去赢那顿饭钱 记得当时我拿着筹码的手心 一直冒汗 九赌必输 结果可想而知 压什么挂什么 一直都是输 一个小时后 迎来的一万五输全完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了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身上的本钱也输光了 那天我输了将近四万 全新用卡套献来的 可笑吧 上天给了我无数次把握人生的机会 我都没有抓住 上天给我的每次做傻逼的机会 我能拿捏得很准 后来每次过去想着 只要回本好了 就这样一个星期 去了两三次 没想到 从普京到新普京 到威尼斯人输了二十六万 那时候 我才二十四岁 因为个子不高 赌场的保安 还以为我是未成年人 每次进去赌场大门 都要检查我的身份证 输的那些钱 大部分都是信用卡套献跟网贷的 手上信用卡七八张 每张两三万的额度 最惨的时候 输到只剩五块钱现金 因为住在离珠海不远 出了关口坐个公交车四块钱 还剩一块钱 当时是大热天口可难耐 想买一瓶两块钱的医保都不够钱 当时站在太阳底下 脸上流的汗水 跟泪水一起 因为赌博把我嗨得太惨了 直到后来 所有的信用卡刷爆 所有的网贷借不出来了 原本的工作都丢了 我才意识问题的严重性 所有的欠款 加起来将近三十万了 输了三十多万 可能有人会说 如果是他做梦都会笑醒 我不是来比惨的 我只想说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每个人的钱都来之不易 比较谁输多输少 没有任何意义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哪个赌徒 何尝不是输到一无所有 才知道后悔 从开始 只是想赢点小钱收不住手 然后输掉本金到负债六万 后来只想回本就好 不知不觉中已经越陷越深了 再后来十六万 二十三万 二十九万 每一次赌博 都会越输越多 欠的钱越来越多 如果我刚开始签六万 就彻底收手 借赌该多好 总是这样不甘心一想天开想翻本 好高骛远 好吃懒做 想走捷径 结果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 每次付赌欠的钱 就越来越多 永远没有出路 那段时间 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 因为我的工资都不够最低还款 连利息都不够还 每天白天不想出门 一直玩手机 晚上躺床上 一直失眠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患得患事 晚上睡不着白天没有精神 满脑子都是欠的钱怎么还 根本睡不着 真的很痛苦 想过自杀 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好久 可是我会游泳 而且还挺厉害的 又有太多的放不下 放不下我爸妈 辛辛苦苦把我养着吗 我还没有让他们享福呢 身边也有人一年挣几十万 几百万的大把 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就这样就去死不甘心啊 一直颓废了半个多月 直到网贷还款到期前三天顶不住 报通讯压力 在出租房里打了一天的电话 到处找人借钱 从来没有那样低三下四地求过谁 以前自认为关系还可以的朋友 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借给我 有的还跟我哭穷比惨 也不能怪别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最后选择了回家跟爸妈坦白 因为我最怕的就是让身边的人 知道自己混成这个样子 好怕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欠了钱 好怕银行到我信用卡诈骗抓我去坐牢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天一个人抽了两包烟 头晕乎乎的下午五点回到家里 家里没人 桌上全是冷菜冷饭 给我妈打电话 她在工厂上班 加班到十点 还没有下班 我爸在外面工地做木工 要六点钟才下班 从小家里管得就挺严 特别怕我爸 小的时候就经常挨我爸的打 走到这一步 实在是我自己咎由自取 等到六点多 我爸回来了 他全身被汗水湿透还没干 鞋子上还有血迹 我问他脚怎么了 他说 干活的时候 没注意踩到钉子 把鞋子扎穿了 看我难得回来家里 老爸高兴地出去 又买了几个菜 老爸出门买菜的那一刻 我眼泪忽然就流出来了 心里想着我这些年 所做的荒唐事 一不错不不错 我曾经父母眼中全部的希望 现在好失败 哭着哭着我爸买菜 突然回来了 问我怎么了 我突然不知道从何开口 最后哽咽着说了句 没事 只是最近心情不太好 我爸边做饭 边安慰我说 男子汉大丈夫 谁都会遇到困难 没有过不去的砍 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助跟家里说 哪有父母不是全心全意 为儿女好 可是我真的开不了口 很快饭菜做好了 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 好像很久没有 像在家里吃得这么饱了 只想把所有的心酸 与难过都往肚子里咽 我没有等到十点 我妈下班回来 我就先走了 吃完饭 我爸送我去停车的地方 临走时 老爸应要塞给我五千块钱 他说 你也老大不小了 二十七 还是一个人 老家这个年纪的人 都有小孩了 这五千块钱留在身边 有钱追女孩子 才有底气 请朋友出去吃饭 不要太小气 车子开走那一刻 我又哭了 这一天 我哭了三次 最后也没有勇气 向父母坦白我欠的债 想到我妈每天晚上 工厂加班到十点 我爸五十岁的人了 还在工地做苦力 每天汗水 把衣服湿透 只是盼望儿子 能早日成家 我实在开不了口 我怕妈 看到我那失望透顶的眼神 回到出租房 又是一个人 一晚上没睡 想了很多事情 决定一定要借赌了 决定欠的钱 再多都要自己还 自己走错了路 做错了事 绝不连累家人 是男人自己做错事 就要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责任 第二天 我有我爸给那五千块钱存进银行 还了部分很急的网贷 然后一个星期以后 终于痛下决心 把车子也卖了 卖了八万块钱 终于可以顶一段时间了 陪伴自己三年的车子卖了 那种感觉真的很心痛 回到出租房 算了一下债务 还差二十来万 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胡思乱想了 车子卖了以后 联系了一个以前关系还不错的朋友 来到佛山一家工厂工作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一个月将近六千块钱 下班后还要去兼职美团外卖 一个月将近有八千块钱的收入 每天晚上到十一点回家 因为太累了 随便洗漱一下就睡了 日子过得艰辛且踏实 没有像以前那样 整夜失眠睡不着了 好在每天生活有目标 我只想要努力挣钱 争取尽快把债还完 以前没钱觉得痛苦 现在觉得只要没欠钱就很幸福了 人活着有没有痛苦 在于自己是否比较 不想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赌博永远是个无底洞 在赌智会越欠越多 永远也翻不了身 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还差十五万五千多 这样苦逼的日子还要努力坚持 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犯的错 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庆幸的我的负债越来越少了 总算看到希望了 还债的钱 都是我自己辛苦挣来的 这样的日子真的很踏实 只要努力总会越来越好的 一世足成千古恨 赌博害人 人真的不能做错事 一步走错 后面三五年的青春 都要为这个错误买单 但我始终相信 只要不赌 欠的债总会越来越少 回头是爱 什么时候都不晚 回想赌了这些年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失去的东西 却太多太多了 我失去了宝贵的青春 失去了父母朋友的信任 失去了努力奋斗的信心 甚至连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了 赌徒不配拥有爱情 从小到大听过多少写的教训 谁谁谁 因为赌博被人追债 有家不能回 谁谁谁 因为赌博导致家破人亡 从来没有谁能靠赌博发家致富 没有哪个女孩子 会喜欢一个 整日无所事事 没有人生目标的赌徒 因为赌博丢掉了正确的人生观 忘记了父辈们的教诲 一份付出一份收 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事 随随便便一天不用工作 就有几百几千块的收入 有这样的好事 谁还会每天辛苦地工作 加班加点熬夜上班 因为赌博 我对朋友一次次撒谎借钱 现在想起来 自己像条狗一样 赌博真的要彻底地戒掉 永远不要忘记现在 我是因为赌博过的 什么样子的生活 到处欠钱 低三下四的样子 像条狗 人这辈子 吃吃喝喝吃不穷 只有沾上赌 就会很快倾家荡产 乃至家破人亡 以后的日子里 一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借赌是一辈子事 永远不能有侥幸心理 人生的路没有捷径 每当你想要走捷径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走弯路了 现在我车子卖了 每天都走路上下半夜挺好的 一个人走在路上 可以反省反省这些年 做一些措施 所以真的不要赌博 有纪律的借赌很简单 我们彼此可以都一起勉力面对 相信在你借赌后 一定会变得比以前还要好 让自己的能力 随住你的一个个挑战 持续地成长起来 做一个更优秀的人 欢迎投稿分享你的借赌经历 帮助更多的人 投稿邮箱见下方说明去